从国外船到台湾的极限运动风筝冲浪 近几年在台湾的海边非常风行 玩家利用风与海浪 在海上乘风破浪 腾空翻越 玩家们认为最适合玩风筝冲浪的地方 在桃园市新屋观音的海边 旺盛的西南气流和东北季风 让玩家一年可以玩超过200天 风筝冲浪玩家在海上腾空翻滚 这几年在台湾海边流行的极限运动 风筝冲浪 吸引不少喜欢水上运动的玩家 这个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可以跑得很快 然后等到你上手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跳 那再来就是会有做一些翻转的动作 360度 720度甚至更多圈的动作 有朋友带入门就喜欢上它了 刺激感主要就是 这个可以做一些跳高翻滚的动作 会让你产生一种挑战冒险 然后分泌肾上腺素 然后因为同时也是接近大海 接近大自然 将冲气风筝用强热的绳子连接在把手上 来控制风筝的升降转向 并结合脚下踩着的滑板 就可在海面上高速滑行 或将人带到空中 做出各种滑视动作 而桃源的观音新屋海边 则是玩家们公认最适合玩风筝冲浪的地方 像现在是五六月七八月的时候 我们有西南汽流 从这个方向吹过来 那比较适合玩的点就是永安这个沙滩 每一年的九月到隔年的四月 总共有八个月是我们的东北季风 那我们玩的点是在观音海水浴场 所以一般算起来 综合这个两个方向的风 一年可以玩超过两百天 算是世界上风最好的地方之一 教练Niko也提醒 风筝冲浪确实存在一些危险性 一定要有万全的安全准备及熟练度 选择适当的装备及场地 才能避免意外发生